他根本先要知道从来不二 不二他才能够现一切二 现二当前 所以你才能够明白不二 不二根本不必立不二的 何必说不二 所以就心不自信 但是这个不二他就是能够现二 所以才告诉你不二 所以正在现二之时 这个现二当下就是让你更能体会 他本来不二的作用 所以现二之时就是什么 就是种种种相 立种种心 现种种相 不是现二 现二当下你才知道有心吗 有心啊 那有什么心 有种种心啊 有种种心是如何 有种种心就是让你更明白 那就是一心不就是吗 就是让你来回不断的思维 来回心中不断的去熟悉 你心中的作用 你决心的作用 就是你的根本决心的得想就是如此 所以你要明白心也不自信啊 心也根本不必更说于心 所以叫不自信啊 所以心不自信 但是呢 由相骨心 所以因为有相骨 所以你立种种心啊 由相骨立种种心 所以立一心啊 所以你才能够说种种心嘛 说一心说种种心 都是因为由相 由什么相 我讲那个相字啊 所以说你们一定要熟悉啊 我经常所讲的这些声音 相字你不要在外面去找 什么是相 或是在缘起上面说什么是相 因为讲到华言翼海百能也告诉你 那个缘也就是人心成就的 那根本就是你一心之缘啊 缘也没有离开过心啊 所以从来没有心外法能为心所缘 所以千万不要说 因为相你在缘上找 你要知道那个相就是什么 就是决心必定能够深处嘛 必定能够随缘片深处 所以叫木头 随缘片深处 你不要又跺在随缘 好像已经有个随缘 决心因为能现决 正在现决似乎就有缘嘛 就起成种种缘 所以它能够随缘 能够随缘还不是已然 已经跺在缘起上 就像镜子它一定能照 能照处不就是随缘处吗 就是随缘起照处 但能照就是它一定能够随缘处嘛 要是它没有能照的随缘 哪有后面所有一切 所造的种种缘起 一切所造的种种缘起 是因为它根本性中就有能照 它必定能随缘的信用 所以前面那个能照 必定能够起成随缘的信用 那个缘你都不能拿种种缘相来量它的 它超越一切缘相 它根本不是那个相 但是就是这个缘中 它一定能够起成片身嘛 片身就是木头的木 它能够处处建立 就是木头的木 然后形成现见 现在眼前就是现见 就是眼目的木 所以这个相子 你要是心中慢慢体会时 那个相在哪里 就是决心的性格叫做相 决心的性格 必定能够偏力跟现见 那是相 所以因为它能骗力跟现见 故所以才会后面 随缘所起的建立 一切心中才会有如是相声 必有所见所建立 它所建立跟它所有现见 才会有这种相声 这将来你要在这个道理明白时 就算跺在感受的最后的末梢 所建立处跟所有现象之时 你都知道那个相 其实就是一体必定能现象的相德 但那个能现象的相德 那不是种种相 可以分别来量 但是就是这个能现一切相的相德 它就是你现在所举一切现象处 所成就的现象处 所以你举的哪一个 指的哪个现象处 不就是那个相德吗 但这个相德都还是告诉你什么 还是指的种种相 你何妨让它指的种种相 就是让你熟悉 这些道理就让你熟悉 所以将来你在这个相字之中 你都还能够明白 就如同刚刚讲的话一样 就是心有相声 那心为什么有相声 因为全相是心 就是如此 因为全相的作用就是心得 所以你明白全相作用是心得时 你指的都是末梢的所见的心态 现前的心态 那将来你就会在心中自然就圆融了 心态当前你根本不必必避开 那你明白就是心中能现象的相德 那个是能力一切相的相德 那能力一切相的相德 在哪里说 那你指的就是末梢现前的种种现象 何妨让你去指的它末梢的现象 除非你是根本不在决心上面体会的 你根本不是在如是佛心上面 你当然就觉得指的最末梢的现象 就会觉得咦 心里面就会起义吗 怎么可能如是呢 这不是障碍吗 你又说心怎么又指的相呢 不是啊 讲如是心法的有些什么样的过失 而是你根本不懂 你从来不在心上去体会 你根本在心里面 于心于相你根本没有圆融的 从来不是在这个上面下手体会清楚的 和 конечно友航不保证 一 谢谢大家